今天呢又是一个周末 我要带杨凯文同学 去他想了很久的 天津室内动物园 然后晚上 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你知道闪电吗 是那个树袋石吗 哦树袋 你知道那个动物园里有一个羊驼吗 叫凯文羊驼 傻大象的包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的老朋友 华为nova y pro 继续跟我们开启美好一天 今天除了这个逛动物园以外 我还要跟杨凯文进行一个拍照比赛 来证明我的拍照技术比他好 我们今天因为会拍五张照片 赵俊君你今天怎么没带蝴蝶结呀 赵俊君三二一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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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真毛不毛 明明我这好还要亮 你就说我这有什么毛呢 你这个衣服还暗了吗 你穿了个新的色衣服 你跟我说衣服穿太 那我衣服肯定亮 那我不管 反正这张不见太长就我这就给我 说你让你赢了 让你赢 第一局你赢了 不好吃吧 真正好 让你赢了 working 啊 啊 啊 诈欣 啊 诈欣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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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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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赢了 成熟却不是稳重 你不觉得我觉得赵先生把我拍得很猖狂吗 ELLIF benchmark 一直是您的本性 好 我决定了 这局 我赢了 全体的感觉都特别的严肃 不敢大声说话 今天是庭里是庭里做母学 然后现在是星期日 是做礼拜的日子 赵月先刚才跟我说 他发现了一个拍照很好看的地方 然后说想用这张照片 赢得他第四场比赛是吗 对 我要赢得第四张拍照比赛的胜利 跟杨凯文打成2比2评 那你不相信吗 我们照片今天要用实力说吧 你这个可以有9.9分 但我这个10分 不好意思 张艺君这局赢了 那一会儿我们两个要拍 进行最后一轮比赛 没错 张艺君干啥呢 看看今天拍照片 这谁啊 这么好看 这谁啊 街拍的美女 你不认识 你还剩这么多电啊 那可不啊 你自从用了华为之后 就告别了充电宝 对 虽然我觉得我照的比杨凯文很好 但是为了把礼物送给他 所以我决定今天的照片比赛 杨凯文有 有的 现在马上要出这个餐厅 所以凯文打印的小相册 使用点紧张 要来急 快走啊 这个是给卡文哥今天准备的相册 这个是给卡文哥今天准备的相册 然后把今天在千千毛的照片 全都打出来了 看到所有卡文哥照的好看不 好 把自己衣服带出来了不好意思 这是今天给杨凯文的礼物 是一本画色 然后是把今天咱们出去玩的照片 都给 偷偷 刚刚我给你打印出来了 很小型 对 这都是我贴的小型 对的 真的 对吧 就是很很 我觉得给你照的很好看 有没有 真的照给你很好看 好看 对 对 你好看 这真的 那是什么照片的 那是火车呢 动车呢 你都知道啥 这样 就没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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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